在2024年总台春晚辽宁沈阳分会场 八个重载工业机器人登台亮相 与演员共同为大家带了立场 别开生面的视听盛宴 这场炫酷舞台的幕后 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一起来看总台记者的探访 2024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春节联欢晚会 辽宁沈阳分会场上亮相的 八个重载工业机器人 原本是生产线上的 重载工业机器人 春晚沈阳分会场导演组 到达沈阳进行第一次调研时 就有了将这些机器人 融入到舞台的念头 他们的机器人的运用很广泛 但是真正的跟舞台的结合 其实我们这一次 也是一个大胆的突破和一个尝试 然后我们希望能让这样的机器人 和我们的整个的舞台 做一个有机的结合 为了让机器人能够灵动起舞 让整个舞台有更好的效果 工作人员根据节目的音乐 和现场的演出 对机器人进行了设计和编程 我们这个机械臂 我们赋予它两种元素 一个是融入了我们LED的机械屏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电脑灯 我们研发团队 对整个机械手这块 动作进行了一个智能化的改造 提高了机器人动态性能 这样整个效果就出来了 之前 然后我们可以 所以我们它们 是鞭手